女人每天都会脱皮 只见她轻轻拉扯上面的皮肤 瞬间露出黑不拉几的肉体 而皮肤就像丝袜一样 快速脱落 诡异的是女人根本不疼 仅用3.14秒 全身皮肤全都退了下来 随后戴上尼龙头套 露出卡之兰大眼睛 激动地走到镜子前 欣赏着自己魔鬼般的身材 而这一幕却被 出差回来的孩子看到 他们不知所措 母亲赶紧解释 因为做了整容手术 过几天才能拆掉头套 随后给他们准备了礼物 虽然男孩很开心 但还是觉得母亲不大正常 以前睡觉 母亲都会给他讲鬼故事 可现在母亲却直接拒绝了 男孩没有多想 可到了第二天 他们想到仓库玩耍时 却被妈妈一把抓住 根本不听男孩解释 瞬间变得十分暴怒 情绪越来越激动 竟然把儿子推倒在地 连道歉都不说 直接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还是温柔的妈妈吗 男孩对此产生了怀疑 于是想搞清楚这个女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这时电话响了 女人十分紧张 看向兄弟二人 好像在隐瞒着什么 随后走进卧室 俩兄弟紧跟其后 想清静到底在说什么 果然听到母亲说 不想再伪装下去 真的说够了这种生活 难道母亲是冒牌货 为了查清真相 他们做了窃听器 见母亲在睡觉 两人打开房门 偷偷溜进母亲卧室 发现墙上光秃秃的 兄弟俩的合照被倒扣在桌子上 这么珍贵的合影 亲妈根本不会藏起来 这时传来女人的脚步声 哥哥撒腿就跑 弟弟赶紧把窃听器藏在床下 并亲眼看见女人摘下头套 扔在她的面前 此时男孩害怕坏了 不敢站出来看母亲的真面目 很快女人又换上新头套 恨不得一天25个小时 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兄弟二人一致认为 这女人绝对不是他们的亲妈 于是两人做出大胆的决定 女人被儿子偷拍 他们怀疑母亲是假冒的 于是拿出三年前的照片 母亲眼睛是绿色的 而偷拍女人的照片 在放大100倍后 竟发现瞳孔是蓝色的 经过粗心的比对 他们认为母亲是假的 这时母亲喊他俩吃饭 哥哥摇头示意 于是男孩回复说不饿 这才支开女人 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很快女人强行进入房间 对他们大发脾气 并抢走手机 直接扔进下水道 觉得还不过瘾 竟然把手机砸得稀巴烂 男孩气懵了 女人更是约法三丈 不准吃饭 不准看电视不准上学 这女人太坏了 于是等到半夜 男孩溜进女人房间 看他躺在卧室里 好像睡着了一样 男孩慢慢靠近 伸手墙扯掉她的面膜 眼看马上要成功 突然被女人抓住 男孩健壮 拿起一个瓶子 哭吃扔在女人身上 这才逃进房间 并堵住缸门 然而下一秒 女人拿着敲棍 就闯了进来 更可怕的是 他男孩说他不是亲生母亲时 不仅挨了一嘴巴子 还被拖进浴室 用冷水淋湿男孩身体 显然女人已经疯了 不知男孩是吓坏了 还是被叫醒了 不停地说你是我妈妈 这才逃过一劫 哥哥说这里不安全 于是他俩顶语离开家 去找真正的妈妈 可是雨越下越大 兄弟俩躲进一间老宅 突然传来什么声音 原来啵啵啵发现了他们 本以为安全了 却又被送了回去 而女人已经等候多时 并且摘掉了头套 成功骗过伯伯勒 兄弟俩见状 又想出更可怕的招数 女人全身被捆住 无论他怎么挣扎 都没有任何作用 而两个儿子就站在跟前 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原来他们怀疑眼前的女人 根本不是他们的妈妈 妈妈的眼睛是绿色的 而她的眼睛是蓝色的 于是趁她睡着 把手脚捆住 面对儿子的证据 女人赶紧解释 那是带了美童 美童就放在楼下的包里 可孝顺的儿子根本不信 夸的教她一身冰水 我的天哪 太爽了 可结果又是一桶冰水 屏幕前的你知道 怎么证明亲妈是亲妈吗 于是男孩拿出第二个证据 一张被女人撕毁的图画 他质问母亲为什么要撕毁 一般的母亲都会收藏起来 或者挂在墙上 此时的女人彻底崩溃 心疼的像被刀割一般 他看着儿子 伤心的哇哇大哭 这时一旁的哥哥 还在不断的甜又嫁醋 说包里根本没有美童 女人一直在撒谎 看着可怜的女人 男孩有些心疼 拿出几年前的臭袜子 贴心的堵住女人嘴巴 并贴上胶带 这时巡逻警察找上门 被男孩无数个借口 成功骗走了 这时哥哥走出来说 你可真不会撒谎啊 男孩突然脑瓜子嗡嗡的 于是跑进房间 真的在女人的包里 找到了绿色美童 原来男孩一直在说话 他摆脱哥哥的纠缠 并锁上了肛门 赶紧给母亲松绑 两人激动的拥抱在一起 而门外的哥哥 也消失不见 原来哥哥早在一年前 因为男孩的失误 导致猎枪走火 直接送走了哥哥 当男孩知道事情真相后 情绪彻底失控 母亲被他推倒 晕死在地上 燃药灯点燃稻草 房间瞬间燃起大火 母亲被活活烧死 最后男孩拼尽全力 才逃了出来 让人想不到的是 死去的母亲突然出现在身后 还有被他害死的哥哥 男孩十分震惊 你刚刚不是死了吗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不管孩子对父母 做出什么过分的事 终究都会得到母亲的理解和包容 希望小男孩可以走出新节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男孩是可怜还是可恨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电影晚安妈咪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原片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更精彩 女人大口地吃着电线 而她的妈妈吃着塑料袋 爸爸也在吃着垃圾 这也太奇怪了 可用右眼看去 又明明在吃着正常食物 女孩再次举起望远镜 女人真的在吃电线 这家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向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转头看向吃食的猫咪 却意外发现猫猫吃着瓶盖 还津津有味 蒙圈的安娜彻底蒙圈 难道望远镜有问题 这是她亲手做的 难道有了超能力 随后父亲带她出去玩 路上的垃圾太多 不仅吹在脸上 就连地上也都是 很快来到海边 小男孩埋在沙子里 正在和朋友们一起拍照 女孩好奇地用望远镜观看 却发现震惊的一幕 男孩被埋在塑料瓶子里 没过一会儿 男孩就大喊救命 身体快速地下坠 几秒钟就被塑料吞噬 安娜被吓坏了 她赶紧跑上前想要救人 可意外的是 男孩并没有发生意外 这时父亲递给她一杯饮料 可拿到手里她却不敢喝 而且越看越觉得有问题 果然放了半天后 杯子里大部分都是塑料垃圾 饮料也被快速地慢慢吸收 用自己的水杯喝着才放心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女孩通过望远镜 看到人们吃的都是垃圾 而不用望远镜 一切又恢复正常了呢 有看明白的小伙伴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男人胳膊发出真正的红光 咔嚓就捏碎了杯子 碰到扫把瞬间变成渣渣 就连拽出来的抽屉 也飞出来摔得洗碎 男人之所以这么厉害 是看了视频都点赞关注 正是一只苍蝇飞来 男人随手一抓 空间瞬间编得扭去 竟然被他撕破一个口子 家里所有的东西 都被咔咔地吸得进去 他赶紧捡起胶带 想把漏洞沾上 可下一秒 结果男人哭哧扔过去 意外地给窟窿堵皱了 随后把洪荒之力排出体外 准备尝试其他能力 随着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 只好的腿上竟然出现闪电 甚至比闪电侠还快 硬生生把跑步机干爆炸了 由于自己的速度太快 周围好像静止一样 想揭杯水迷火时 却发现实在太慢了 眼看大伙就要烧到眉毛 只好着急地直跺脚 危急时刻 他只能把几滴水泼了过去 果然一点效果也没有 9块9的跑步机也彻底干爆炸了 随后拿出万能调控器 把数值扭到最小 结果搜一下 男人缩小了1万倍 再次反向旋转 男人又放大了不少 随后他不断地旋转按钮 幸运的是遥控器坏了 正好不受控制的变大变小 那么问题来了 你是喜欢力大无穷 甚至可以扯碎时空的超能力 还是超过闪电侠的速度呢 欢迎频率去留言